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便说为难他 只是不肯读书 到底词句不雅 贾母道 这就罢了 他能夺大 定要他做才子不成就该奖励他 以后越发上心了 贾政道 正是 一回头命老嬷嬷出去吩咐书王内的小司 把我海南带来的扇子取两把给他 宝玉拜谢 乃父做行令 你看吧 这宝玉这个诗啊 虽然是不够让贾政满意 但是呢 由于贾母的力挺 宝玉还是得到了奖励啊 然后你再看下一个出场的 就是贾兰 当下 贾兰见贾丽宝玉他便出席也做了一首 定于贾政看 上面写道是贾政看了 喜不自胜 遂并贾与贾母听 贾母也十分欢喜 也忙令贾人赏他 于是大家归座 复兴请力来 你看这个贾兰用功写的诗显得比宝玉好 所以呢 贾政啊 喜不自胜 表现得很明显 李丸对贾兰的教育挺成功 对吧 也反射出贾府对贾宝玉的教育 像前面一集说的 走了弯路 而贾桓这次写的诗啊 才是这首场景的观点 书里是这么记书的 这次花却在贾桓手里 贾桓近日读书烧尽 其脾味中不好物证 也与宝玉一样 故美常也好些诗词 专号奇鬼仙鬼一格 今见宝玉作诗受奖 他便寄养 只当着贾政不敢照刺 如今可巧花在手中 遍野所执笔来 力挥一绝 于贾政 贾政看了一绝的含义 只是词句中带着不乐读书之意 遍不悦道 可见是兄弟了 发言吐气总属邪派 将来都市不由 规矩准声一起下流祸 妙在古人中有二男 你两个也称二男了 只是你两个的男子 却难以教训的男子讲才好 哥哥是公然以文非清自居 如今兄弟又以曹堂在世了 说着 贾舍都笑了 此段描述就看出什么 实际上是贾怀不敢随意地在家中重要场合 展露自己的才能 因为他是输出 没有资格 但是他的诗呢 让贾政觉得含义 说明他有足够的才气和水平的 但是关于他不喜欢读书的内容 贾政不喜欢 同时呢 贾政也俱内 你知道吧 他当着王夫人的面 他就不好赞扬赵姨娘的孩子 但是呢 贾政把贾兰 贾桓二人的诗啊 从唐代诗人 温廷君和曹堂的诗相比啊 可以见出贾桓也很有诗才 贾政内心是喜欢的 就成诗aredanh那些 贾政他的答案 贾政自质想认判依表 乱了 半三千 诗